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把北起杂句作为一个结束 明年下学期我们再来从南去戏文 把戏曲史真正的刚临没落 大惊大吉 我们把它梳理一遍 上个礼拜 我们对北起杂句怎么原生出来的 如何形成的 我们讲过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两岸一直也没有搞清楚的 那就是北起杂句 一般都说原杂句 所以原杂句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石 生于明代 死于民国 那你要说他哪一个时代的人 也许他最辉煌的时代是在哪里 在明代 他清代以后他就无所事事 到民国以后就变废物 但他起码还活着 所以你说他是民国 这个清代人也不对 原杂句他不会听你说 时代这个灭亡了 这个戏曲的艺术文学跟着灭亡 所以我们说的是北起杂句 因此北起杂句 王国伟他最先提出了三奇说 原杂句有三奇 第一 王国伟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开山祖师爷 所以他提出来的 一定相当有他的学术见解 因此一般的学者 就都会大敌遵循他 因为他也是个开创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影响力当然很久 慢慢随着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就有些人提出不同的见解 但不同的见解 最多只是一个简单的修正 修正 要把它推翻也几乎不可能 因此呢 这个不是两奇说 就三奇说 在那边啊 两岸的学者 尤其是大陆的学者 台湾的学者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台湾的学者啊 地处边缀 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 对西方的潮流 称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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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陆的主流学术呢 就是被牵着鼻子走 称诚 只有一个叛逆分子呢 拿戏曲来说 就是你们的曾老师 多次呢 提出不同的看法 那为什么我敢提出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经历到现在五十几年的时间 对不对啊 总有自己的这个学术见解 所以我们今天发给各位的其中有一篇呢 有一篇呢是 别起杂技分歧 远近心探 各位心探 是不是要和文国伟不一样啊 所以你心探 心探呢 为什么要探呢 因为我最先提出来 来呼应我 肯定我和这个什么呢 这个追随我的人 不一定有几个 所以你要用心探 我这个文章一提出来 没想呢 也有一些审查意见的人啊 我才发现他们的戏曲的学员 那么的浅薄 几乎呢 只有一个人读懂我的文章 其他因为太浅薄了 我不客气地说 所以呢 就胡说八道 所以我在一怒之下呢 批驳他们了 一个上午写了五千多个字 批驳他们 我那个批驳的文章曲 才这个什么呢 才这个众生啊 不在宣法 所以啊 所以啊 这篇文章呢 现在正要出版之中 有过这样的情形 那可见一个新的观念 要从大家所认定的这个权威的这个观点里边 建立一个新的理念 这些容易不容易被一下接受啊 并不容易的 这也是学术上啊 常有的现象 以我今天 不是催你的一点地位 都还会如此 因此呢 我对于年轻人 有新的见解 我都极力宜扬这个提拔 因为他们要出头不容易 你要有一个真正欣赏他们的 可以减轻 为他们排除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 我也提拔过好些作家 是一下子穿上的 这个作家如果没有经过你提析 他寄来的稿子在编辑台上 可能在那边睡觉睡一年 你们懂吗 你名字生疏了 编辑 哇今天呢 有大文好了文章 先看 先登 你一个年轻人呢 其实了不起的 可是因为你刚要出头 没有人知道了 他就轻浮 有一次 我就故意 不透过这种情况 有一个年轻人 他是这个 经过这个筛选里边 大家公认的 得奖的 好文章 我就说你投 结果被掩 这时候都被消死 因为我有关系 我说有一篇文章 我鼓励他投 你们连这个 退稿也没有啊 有这个吗 编辑 找出来 我说 你看看你们那个编辑 是怎么编的 你自己看看 结果这个总编辑就把他找到 人家那样的 你有眼无珠 就把他摆在这个 没有真心说的话 不是一一一一 把这篇就什么这样子 埋没掉了吗 天下的英才啊 这样被埋没了很多 很多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们曾老师 在向你们年龄的时候 每写一篇突破的见解 没有不被推稿 但是 当我登出来以后 都得奖 都得奖 这就是啊 人世间常有的事情 所以要有信心 对自己的努力 要有信心 也许我今年给你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这么一句话 好 各位 来看看新的讲义 那个 别起杂志 分期演进 你看 我们结果分作几期啊 分作七期 因为王国伟的分期 我认为他没头没尾 他只是掐住了 元带的那一部分而已 好 这七期 佩先生 你把他念一下 小戏群 一 小戏群原生期 金月本 二 小戏发展转型过渡大戏期 金月邀 三 大戏形成始心期 金盟邀末 四 北方大戏大盛期 盟原妖末与元杂志 五 大戏南北全盛期 元杂志 六 大戏衰末期 元杂志 七 大戏渝世荡漾期 明初北曲杂志 好 各位看看 其实北曲杂志 照我们这七期 他很夸啦 重夸啦 几个时代 他跨越了几个时代 金 然后呢 蒙 还有元杂志到元代呢 有 这个 分三旗 元杂志有北方 还有南北全盛 还有衰落旗 和明代 渝世荡漾期 渝世有120年 这整个啊 才是北曲杂志的这个发财史 好 各位 再翻过来 佩馨给各位做了非常简洁的 讲一 讲一 第几页啊 好 佩馨给各位的这个 北曲杂志的分歧 远近心态 这些呢 前面的引言啊 我们几乎都讲过了 都讲过了 都讲过了 在这个 而且呢 在这篇的这个开头啊 我也 说明 所谓分期说 从王国委以后到现在 学者 有哪些说法看法 等于呢 给他们做批评 然后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够的 不够的 尤其忽略了 里边 实质上的许多问题 许多问题 然后我们这篇文章呢 再一步一步去考察 各位看第七页 小细群原生其经验本 根据我们上一次的文章 还有这个 我们考察出此阶段时间 约宋宁中加定二连 因为汉民主嘛 所以以宋为 这个什么样 纪元 为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在中国历史上 他就是 一个正统 拿宋做正统 因此后边 金卉少王大安元年之钱 这支钱 就是 金燕本的 子弹 对一个巨种来说 有一个 这有没有一个定位 有一个起码的定位 对的 我说有一些学者是可笑 他要说 到底是哪一点 怎么没说清楚 能说清楚吗 能说清楚的才可笑 好 金燕邀 我们也推测出来 是宋宁中加定二连 的前后 大戏形成始兴起 金蒙妖末 因为金和蒙古是重叠的 在时代 在空间上是 空间是重叠的 时间也是重叠的 因为金被蒙灭了 这个时间都差不多 此阶段 于宋宁中加定七年 那蒙古是成绩伊斯汉九年 金是宣宗真有二年之后 至元世子中同元年之前 你看这金蒙妖末 这个时代 我们总共把它 借位了多少年 借定 借定了四五十年 一个巨种 同样的 第四 北方大戏大盛起 就蒙妖妖末 与元杂菊 蒙妖 就是蒙古 然后 这个 元世祖 元世祖 这个字元八年 开始建国号为元 那时候才能叫元杂菊 这一段 岁月呢 也有三十几年 接着 南北 全盛起 因为蒙古是 后来滅了南宋才统一 才 由北京 的重心 南移到杭州 杭州 也变成一个中心所在 所以才能叫南北全盛起 早期的那个 早期的那个只是北方而已 到了衰落 衰落 相当地长 明 太祖 洪武元年到县宗 成化二三年 有一百二十年 就长 为什么呢 因为明代 搞财犯代 恢复汉唐一关 读书人开始 生活啊 这个前途啊 有科举 不一样 所以就没有 就开创一个新的剧种 所以有一百二十几年 这个每一个时代 时间 也和王国伟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七期呢 等于就把一个 北曲杂基的 延伸到衰落 整个生命史 我们都照顾到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目前最新的说法 好 那个结语啊 佩馨你就把它念一下 总结上述 可见前辈时先知 论说北曲杂基之分歧发展 由于史料 过分残缺 大多只能如王国为那样 凭借路轨不揣摩 而有三期、两期之说 语者则以为 北曲杂基之分歧 使与其原生发展之演技史相表例 乃从其不同之名称 考其前后序列及各类别 所具之意涵 从而获得如此结论 一、愿本为北曲杂具 一、愿远由生之小细群阶段 二、愿妖为由愿本 以静角古迹反缩为主 转型发展为以墨色歌唱为主 这个就是愿妖呢 很大的一个转变 枢牛的地位 也就原来的戏曲呢 是古迹灰邪的杂属 这个主要是一种 用言语的奉剑 以一种古迹灰邪的演出方式 带有奉剑的意味的 所以是言语为主 可是到了愿妖呢 它变成妖目 就梦色为主了 梦色就是歌唱 元杂居就是歌唱为主 但元杂居当然有古迹灰邪的演出 但是主刻、艺术的主体不一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 接着 三 妖末进一步将怨妖之两段 结合其前后独立之两段 为四段起扯转和一体之新具体 至此已属大席阶段 仍以墨色主唱为标竿 以其形成人间 因用俗语而有名义识同之各种称呼 而归结为教通行之妖末 四 杂居乃记 宋经杂居之杂居而为名 以其制元十六年之后 妖末流过南北 以食之为有缘一代之代表性戏曲剧种 故笔照宋经杂居之为名 而称之为新杂居或原杂居 所以妖末事实上以为发展完成之北曲杂居 在民间或局谈通行之名 五、北曲杂居、北杂居、北矩 这三个名称 则是相对渊源于温州的南曲细文 南细文、南细而易的 也从中可以对比说明期间的差异和名次消长的关系 可见后来民间为什么用妖末 民间是最自由和活泼的 他们认为我这个戏 现在是末色为最主要 所以民间的取名是很庶民性的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他称呼他为妖末 那么妖末 后来进入了建立元代这样的称号以后 他成为元代那个时代的戏曲剧种的代表了 相对于宋杂居、金杂居 他就制成新杂居 新的杂居 那新的杂居又等于是妖末 那为什么称妖末 是民间的称呼 称新杂居、称元杂居 是他的地位提升到 这个时代的代表剧种 所以民称要介意 清楚了 他定位就清楚了 那有北曲杂居 又有南曲细文 可见这个剧种是怎么样 分南北的 是势均力底的 两种不同的类型 北曲杂居当然对南曲细文 北杂居对南细文 也是一种彼此称呼上的一种方便 那么杂居就对细文 北劇称南细 也是一种彼此的称呼 下边这些不必再念 各位在第九页的最后三 飞行再念 以上所分的期期中 属于元杂居的 事实上也只有其 第四五六三期 而这元杂居三期之说 与尚文所列续之 季伯平廖奔最为接近 二日徐福明以谱为禁字 但由于本人在元杂居之前 更有怨本怨妖两期 此二期之论述 乃一方面可以说明其原生之根本 一方面也可以解除 另来对元杂居 何以观和清等一开始 就其至完备 达到非常心胜之疑 原来是因为 其先前有转型与过渡的怨妖 判在民间形成的 妖默推波助澜之故 而由其最后 又有一期为北曲杂居之 于世于光 乃能有首有尾的呈现 北曲杂居的整个演进史 以前元杂居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一元杂居出现作家就那么好 就体制规律那么紧言 大家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一出现这个问题 就一大堆好作家 一大堆好作家 一大堆好作品 一大堆体制规律那么紧言 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搞清楚了没有 就清楚了 它有奄言有眼镜 有厌本 有厌妖 有妖默的三个前奏曲 这是王国伟没想到的 是现代人说不清楚的 好 接着 至于元杂居本身的三棋 其前二棋实为北方大盛棋 南北全盛棋所致立的两个北曲杂居 《丰兰》 其北方大盛棋具体的建筑棋 花祥地 殿津开封 及其流波地 大渡北京 河北真定 山东东平 山西平洋等五个中心 其南北全盛棋 则因大一统后 杂居南流汇催杭州 而与北方相互归映 至此 杂居遍及南北真与全盛 但由于北方作者 多自民间之初贵才人 其所生发者 自是 莽爽之徒 与其去纵横 而其南北变形兼具者 因能交融交化 但因此沾染甚至沉溺 以南方之 柔米其利 於半至点重 也因此 其全盛 使已如日中 見證 這見證 快速地往下摔落 也因此 此七齊之劃分 使可以全面地 觀照到北曲杂居 由怨本原生 怨妖轉型過渡 妖墨形成 北方妖墨 打去大盛 南北打去全盛 衰落 以及於是盪量的整合歷程 所以這一段等於把我們前年 在討論王國偉以後的這些學者 他們的見解 有沒有一種忽厭 和我本身之間的一同 以及我們突出超出他們的見解 都要把它收清楚 或者一般人說 這個兩期 你的元代的那三期 不是別人都收過了嗎 那你的生日 別人能替你改嗎 天下有共識 絕對可信的 大家都一樣 謝謝 後邊 質疑 而 由於本文的分歧之說 又可以解決戲劇史的三個問題 其一 北曲雜劇之產生 分源經驗本 其地在變經而非煙經 其二 北曲雜劇 官馬一出 其體制規律既已如此完整 內容已如此豐富 藝術以可為講究 其故 內在於早在民間 已有 怨妖與妖莫之潛奏與醞釀 其三 圓雜劇之興盛情況 十有 金蒙妖莫之史心 北方蒙元妖莫 與圓雜劇之大盛 與真圓智之間之南北全盛三階段 好 你看這一段重要不重要 我們解決了哪是幾個問題啊 剛才說過的 第一 圓雜劇的原生地 不是一般文學史戲曲史所說的哪裡啊 北京 不是 而是在 北京 就是現在河南 有許多的證據 第二 關南京馬祖元出來的時候 圓雜劇在民間 在什麼 是不是有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呢 已經有了 所以他們出來為 那麼樣的 極大成的作家 當然就有他的背景 第三類圓雜劇的全項 事實上是有三個不同的階段 都是很大聖兒 不只是像王國偉所說的 字元年間的那一次大聖兒 這個是和前人差別很大的 就戲曲史和文學史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新的觀念 好 接著 至於各階段的時間跨度 不過是筆者在比較科學的考數之後 以較可信的時間點作為定位 所推出較為適當的時間跨度 目的是在幫助讀者 異於掌握其原生也近之階段概念而已 因為其間不只短節談編 沒有確實可具的資料可以考證取代 而且其時期與時期之間 本來就真的沒有決然判別的分野 如此則有焉能有較準確的時間跨度 讀者見智 好 據我做田野調查的經驗 各位把下面的幾句重要話寫下來 第一 在同一個時空裡邊 同一個時空裡邊 同一種藝術的類型 拿我們的鴿子系 台灣鴿子系來說 那麼它同時一定會存在三種不同的類型 同一個時空裡邊 第一 就是它還保留非常傳統的一種 甚至原生時代的鴿子系的這個面貌 那就是現在保存在宜南地區的老鴿子系 落地掃鴿子系 那麼這一類呢就應當進入 動態文化磁窗裡面 它保留的是 鴿子是原生時代的面貌現象 還有 但是很不容易看到 這是一種 第二種呢 它已經相當的發達 已經發達 已經發達 成熟 也有能力 激取現代的這個藝術理念技法 進出國家戲劇院演出 成為大家呢 喜聞樂道的 最代表性的 目前的鴿子系 鴿子系 鴿子的原汁原味 鴿子的藝術的這個什麼呢 特質都還保留 這是第二類型 也就是保留鴿子系的藝術的直向 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準 也是大家喜歡的 這是一種類型 還有一種呢 也叫鴿子系 但是呢 它已經 把一種 這個 新時代 超越新時代 打個比喻說 多媒體 時空穿越 這個意識流 有的沒有的 這些新時代的藝術把它融合在一起 讓你看起來 這還叫鴿子系嗎 可是好像也唱鴿子 也就是說它呢 走在時代的前端 它可能就要從鴿子系 隨便轉型 隨便轉型 像那個 那個什麼樣 像一隻蝴蝶 已經要從湧裡邊 又要突破湧以後 變成一個蝴蝶 第三種 有沒有這種啊 你們去看看鴿子系 哪一種才對呢 我個人覺得 通通沒有錯 不要互相罵來罵去 保守的就是說 這還叫鴿子系嗎 亂來一通 這不對的 那麼如果新潮說 主婦看的東西 你還現在看它幹什麼 互相嘲弄批評 其實它有三種不同的文化意義和價值 第一種 就是為我們保留了一個 活生生的 動態藝術文化的標本 我把它叫做 動態文化藝術的標本 像宜蘭的老鴿子系 就是鴿子系 剛原生時候的演出方式 都是男人演 都是醜伴 穿很簡單的衣 都是踏搖 我說的踏搖的 這個簡單的舞蹈 歌唱也是民間歌搖 滿心熬巴思考而成 演員很少 演出的這個什麼呢 都是鄉土的情懷 鄉土的故事 這一些 我說把它保留在 宜蘭的 傳統藝術中心裡邊 政府要養 一團就過來 但是他也有學生可以傳承 其次呢 就讓他們在 我把他們引導進了 進了這個 國家戲劇院 當年 我把楊麗花 還有葉青 黃香蓮 一團一團 把他演進 國家戲劇院 明花園 塔美園 讓他們在裡面 自己去 去這個什麼呢 你互相爭取多業 讓他們呢 每出來一次就要穿一套衣服 不惜血本 讓他們呢 在這個各種舞台藝術 燈光 音響 國樂伴奏 只要 歌子室的觀眾 歡迎就可以 所以他就是 叫做文化廠的歌子室 我還在八零年代倡導 叫做精緻歌子室 我就說 你們有野台歌子室 要進入國家戲劇院 要有歌子室藝術 自我提升的六大訴求 所以精緻歌子戲的理論是我創的 我結合了那個 和諾歌子戲團 去把它實現了 那像現在 哪一個新的編劇 尤其國光劇團 他們的走向 要精緻現代化 那歌子戲 像文海玲的女兒 對不對 所演出的 那些 那些呢 又是很新潮 所以同一個時代 一定有三種不同的層次 這個最後那一種 他只要贏得觀眾 只要站得住 久而久之 他就是未來的 現在歌子戲 現在歌子戲 至於 電視歌子戲 電影歌子戲 那是走火入魔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不同的劇場 歌子戲 是一種這個什麼劇場藝術 不是這個螢光幕 或者螢幕的這個 製作的寫實的藝術 不一樣 它劇場改換 整個技法 整個藝術的原理表現 通通是完全顛覆的 這個就不是我們所說的 劇場歌子戲 應走之路 但是 它也何嘗不可 它把歌子戲 電視裡面 送進了家庭 保留了歌子戲 某一些元素在裡面 電影 你看電影最快消滅 電影歌子戲 因為電影歌子戲 大家要看的 電影裡面的東西 不是鴿子戲那樣 你出來還拿著一種馬鞭 在電影裡面出來 就像什麼呢 你畫臉 還要畫這個臉譜 又像什麼呢 可是不用這一些 你怎麼叫它舞蹈啊 怎麼生斷啊 怎麼生斷啊 你這個 這個 梁山某住英台 尤西湖 就在一個花園裡面 走來走去唱歌子調 這好看嗎 歌子戲是要 一邊怎麼唱 一邊肢體的語言表演 歌舞樂融在一起 電影裡面呢 它就無法融在一起了 所以這一些啊 各位基本留意 好 另外一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 請各位看目錄 夢言別曲雜劇留步這六大中心 及其作家作品檢數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的就是 作家作品檢數呢 太複雜了 不說了 就是六大中心 還有 他的作家作品的一些序列 這個問題啊 不是我 首先提出來的 而是大陸的學者慢慢發現 這個圓雜劇啊 就它的地域分布來說 慢慢形成有六大中心 我覺得這六大中心 是說的有道理的 那我要寫個書嘛 我當然就要把人家的好處 也加以采結 也加以采結 不過這六大中心 我是重新去梳理的 我沒有創法 但是重新梳理 第一 第一 中桌雜劇 中桌 就是現在的河南 河南的哪裡呢 我們這個河洛的地方 那是黃河洛雅 流域 這就是我們自古以來 所說的中原 中桌 就是九大桌裡邊 最中心核心的那個河南 這個河洛這個區域 就叫中桌 所以也叫中原地區 事實上就是等於 我們現在所說的 那個開封 洛雅 鄭桌這一帶 第二呢 是大孤 大都就是 北京為核心 各位知道 元代的大都呢 是 等於是 大北京市 等於一些大北京市 那個區域都叫大都 然後這個增定 就是 現在的 河北 保定 河北省會現在是 石家莊 石家莊 保定 石家莊這一帶 然後就是 平陽 就是現在 山西 焚陽 焚水的南部 東平 那一個區域 東平是現在的 山東啊 東平一帶 東平 東平就是水壺傳裡面提起的東平府 那杭州 杭州 杭州就是把宋妹來以後 這六大中心 各位 每一個中心 幾乎可以成為中心 一定有兩大要件 第一 商業發達 商業發達一定交通便利 一定民生經濟複蘇 一定民生經濟複蘇 然後呢 劇座加多 也就是說戲曲這種藝術文化 它是很經濟性的 你們想一想 一個國家越興盛 是不是它表演藝術越發達 沒有 所以我當年在年輕的時候在歐美 我每到一個地方一定看幾樣東西 大學 圖書館 博物館 劇院 就戲曲這個表演 這四個 這四個呢 跑不了 越發達 它呢 這個國力越強 你想拿博物館來說 我每一次到這個大英博物館 到這個大都會博物館 紐約 我恨不得把他們 搶回來 因為把我們中國人搶太多去 尤其埃及最可憐 埃及被搶了 恐怕自己都快沒有了 那連一個阿姆斯特蘭 阿姆斯特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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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大的部分 就他們當年殖民地的時代的那個 國力富強的現象 那麼這個呢 我想啊 各位啊可以啊 自己 自己看 我裡邊 所寫的幾乎是一個模式 哪一個模式呢 就是介紹這個地方 你看有多了不起 這個地方 有多少 劇作家 因此有多少作品 所以它是一個 圓雜劇的中心之一 你看當時候的北 早期的興盛在北方 所以五個中心都在北方 後來 有南這個杭州 杭州起來以後 等於是帶動了全國 真正的這個興盛 都是這樣同一個道理 我想啊 這一個呢 就不必在這裡念 因為呢 等於遺詞啊 各位把這個看一看 我們是把要點給各位 沒有 也只說啦 一些作家有多少作品 連作品的劇目也沒寫出來 因為 寫出來太多了 太多了 對各位也沒有必要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久不住 好久不住 這不是測到這裡 我們每幾乎去 遺断 跟那個有兩瓶 阿神 不住